这是中国航天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一幕 数十亿人翘首一盼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印度日本等17个国家 对这一天更是期盼已久 这就是神舟17号的发射 也是中国载人航天20周年 中国送给全国的一份礼物 从20年前的毕露蓝绿 到现如今的众望所归 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清楚 我们走的这一步 到底有多么值得令人骄傲 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就是这个大好的日子 却存在着一个中国载人航天史上最大的遗憾 而这个遗憾或许还得从20年前说起 2003年中国第一艘载人航空飞船成功发射 航天员杨立伟在短短一个晚上 便成为了全中国的英雄 从岌岌污名到声明确起 人们羡慕着他代表中国踏出的第一步 却很少有人知道 第一次拥抱太空的他 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辛 穿着120公斤的装备 在水下一呆就是四个小时 蒙住双眼做360度的旋转 头晕眼花到吃一口吐两口 可比训练更可怕的 其实还是飞船真正飞向太空的那一刻 由于飞船的不断上升 火箭飞船船体和杨立伟的身体 发生了极为强烈的共振 产生的压力相当于六个同样体重的人 同时压在了杨立伟的身上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仿佛五脏六腑在那一瞬间都要被撕碎 心脏似乎也要从胸膛里跳出来 所有人都为杨立伟捏了一把汗 而从来没有过经验的他 也只能凭借意志力 升扛过这距离死神最近的26秒 26秒后 阳光透过飞船整流罩 缓缓撒在了杨立伟的脸上 杨立伟下意识的眨了眨眼 这个举动被地面工作人员成功捕捉 整个地面指挥所欣喜若狂 一位老专家在听到立伟还活着的欢呼后 甚至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 或许当时的人并不知道的是 同样是提心吊胆 在杨立伟返程之旅再一次惊险上演 杨立伟乘坐的神舟五号 在经过大气层的时候 飞船和大气层距离摩擦 船体温度急剧升高 1600度以上的高温制烤 20倍音速的降落速度 让飞船的舱体不堪重负 左右弦窗不断出向的立伟 似乎随时随地都可能破裂 用杨立伟的话说 这个时候的他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全国观众也是目不转睛 希望这位中国飞入太空第一人 能够安全落地 2003年10月16日 神舟五号安全落地 杨立伟这个注定要写入中国历史的名字 就这样出现在了全国观众的面前 如今沿着杨立伟当年的探索 中国载人航天已经走过整整20个年头 前前后后 我们已经将21名航天员送上了浩瀚的太空 甚至还建造了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 20年前一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 代表中国人拥抱太空的第一步 以至于在中国载人航天20周年之际 很多人都希望杨立伟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 能重新飞回太空 亲眼看看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而杨立伟也不止一次在公众面前热烈盈眶 表达过自己想要飞上太空的心愿 遗憾的是这次意义非凡的神舟17号 依然是一些代表了未来的年轻人 而并非是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最初梦想的杨立伟 中国的航空第一人错过了这个重要的纪念日 难免会让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遗憾 可幸运的是根据媒体的报道 在神舟17号的发射现场 杨立伟将作为神秘客人出行 来纪念这个难以忘怀的时刻 或许这位中国航天第一人的出行 能为中国航天20周年的遗憾 画上一个句号 最后向这些勇敢的航天员们致敬 我们明天再见